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去了 Bang Bang 的 Product Trial Day 也很感謝 Bang Bang 邀請我去參加這個展出 我跟很多客戶,可能是你們也有看我們 YouTube 的朋友 也談了很多辦法 很多朋友都對 SSP 5 和 P320 都很有興趣去知道更多的詳情 或者我如何修改這把槍 今天就想說一下 6air P320 X-Carry 我再拍一次 Trigger Box 的 Rebuild 如何組裝 其實很久以前有一條影片做過 不過那條影片確實實實 我自己再看都覺得沒那麼英俊 或者拍出來的東西都比較沒那麼好 所以這次有機會再去做一個拆解 開始之前都說說未來的新產品 有一個 Frame 的 Race 用來紮重 在 Frame 上 這樣紮重 大約是 46g 左右 跟真鐵是一樣的重量 重了之後,Grip 手的位置會更加重 打起來就相對上 Bull Back 會沒有那麼跳 但都是很爽打 穩穩紮實地去做 整件事 我們現在跟著說 這個就沒什麼好說 因為這個應該在上一條影片都有說過 OK 先擺開 我們這次就說 如何拆解 Trigger Box 如果連這部份都 這部份還未說太複雜 其實是純粹你 騰了一條 Slide 拿走 Dumb Rest 其實這個 Trigger Box 就可以這樣拿出來 這樣就不會太難 我現在直接飛到這個位置 你拿一個 Trigger Box 出來 首先第一件事 我建議 這裡有條彈弓的 這裡有條彈弓的 先拿走它 不要弄不見 找個最安全的位置放好它 未必要用刷 Trigger 我們現在就這樣刷後面 如果你是本身 是P320 X Carry 原裝 有兩個 Safety 也好嗎 如果你有兩個 Safety 需要在這些位置 會有一顆機米 到時用一條 M 0.9 的六角視 就在這裡脫掉 在這些位置 就脫掉了 然後它就可以這樣移動 然後把安全的位置放好 應該還有一條 PIN 或者你一次過移動 其實沒有所謂 我現在移動給大家看 現在移動了一條 PIN 其實它未至於滑滑 彈到到處都是 那麼 慢慢把它拆出來給大家看看 這個就是那個 Hammer 的部分 那我就全部拆掉 先逐個 Parts 再說 這裡就 移動這條 PIN 出來 好似再舒服一點 OK 有機會會跌的 那 那就 放好它 那就 好了 我都順便檢查一下 現在 都玩了一段時間 就算是到 那麼 所以看起來 就 合理 裡面沒有什麼特別的損耗 那我現在再說一下 因為其實 昨天 那個 BANG BANG 的 Potter Trial Day 都很多人問我 那 P320 我說很滑 你撿到那個 Tracker 的 Response 都 都 挺正 那怎樣撿 或者跟著還有什麼補品 撿上去 那 就 省眼吧 那 有什麼 WARROW COCKER 另外有 這件東西都換了 你說撿呢 其實就不是太難撿的 那 首先 就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我就打磨過 就 大約 這裡有一級的 一級呢 如果 這樣 去打磨一下 拿些布錄 將這一級打磨一下 兩邊都打磨一下 那已經是 好一點的了 然後 這件東西 我沒有記錯 這件東西都有 打磨過 這個位置 好 你看看 看清楚 方向 OK 這樣 就是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打磨過的 希望沒有偶貨 OK 這個位置打磨過 另外這件呢 其實沒有 沒有 沒有關係 和打得 順不順 但是呢 我也有在這個 這個圓弧位 這個圓弧位 我呢 在這個圓弧位 打磨過 因為這個位置 會影響到你插甲 有些事情 例如你在用Lovafilm 這個圓弧位 有機會因為這個圓的位置 不夠大 它就會 駁響了 把槍 變得好像走火 這個位置會比較尷尬 所以我都 安全起見 收拾完了的 好了 先組裝 整份 的 我便 用我依稀的記憶 嘗試一下 一邊組裝 一邊組裝 我都不太記得 OK 那就是 先 放了這件 和彈弓的 先把彈弓的 塞進去 先把彈弓的 剛剛應該有個彈弓的 柔弓的 先把彈弓的 放了一邊 轉彈弓的 先把彈弓的 而好 現在在這裡 它就會 維持著 這個彈弓的 接著就放這條彈弓 這條彈弓放的時候就向這條彈弓 這條彈弓的位置放進去 接著可以先移動整條彈弓 之後才撞到尾遲 這條彈弓的方向就是這樣的 這條彈弓的方向是這樣的 這邊有一個勾勾的位置 這條彈弓的位置 這條彈弓有兩個洞 下面有兩個洞 下面的洞 再勾住,然後這樣放進去 是會彈出來的 再試一次 一直放進去 當你放在對位時,它就會卡住 這部位不是太複雜,但也有些技巧 完成 不打不撞,其實不是太複雜 這樣放進去,它是這樣的 可以不用理會 Harmar,剛剛沒有說到打磨的位置 因為它現在的新款,所有Harmar都失不了 我都不懂怎樣形容 為什麼呢 因為杯絲沒有那麼順 要自己打磨 我會用一些磨筆 這樣打磨圓形 不停打磨圓形 其實你看到是粗糙的 不漂亮的,是粗糙的 但是放進去 最重要放進去那一刻 是有少少緊 可以進去 我覺得有些虛位可以接受 因為最終是這樣壓住 壓住的時候,那些虛位會沒有虛位 沒有所謂 所以我們先放進去 先放兩個戒指 這個位置我也有弱略 輕微打磨過 這個位置也有 自己留意一下 這些位置打磨過 都會對Trigger 感覺會好些 塞在啤零 如果平時有些油脂的東西可以放 我最後放到可以 這條彈弓怎樣放呢 現在你會看到它是這樣的 的時候 這個小小的小小的小小 放在前面這個位置 看到嗎 其實跟Glock 的系列很相近 這樣放就在這個位置放進去 這個勾勾在哪裏呢 這個勾勾在哪裏呢 這個勾勾在這個位置 這裏有一個吸的 勾在這個位置 然後再放進去 再放進去 再放進去 放進去的時候 真的要留意一下 自己有沒有放錯 如果彈弓勾不到 就要再放對 或者重新放過 然後再放進去 然後再放進去 確保它現在是 在彈弓勾在旁邊 現在是 在卡住了下去的彈弓 甚至是 這個盘弓勾在這個位置 它可以用來吸收 那它 possess到 確保它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不是太複雜的件事 如果有興趣 可以自己動手做一下 這裏不算太複雜 最後,塞上側彈弓 OK,側彈弓 這樣就可以裝上 Dummy Safety 的片 那片我建議大家 當然不跟也無所謂 左邊,即是這邊 這邊可以用 AA 膠去貼死它 是無所謂的,現在貼死了是沒有問題的 不貼都沒有問題,但貼了就不怕跌 因為有機會保持的時候,真的會跌出來 如果少跌一邊就不用化油 又說跌了,買拍子 但右邊就不可以貼,一定不可以 因為它會干涉到這邊Sugar Bar 的行程 Sugar Bar 的行程會干涉到 如果貼了就不可以 我們現在先放進去 放進去,我們會這樣輕輕斜落 先卡在後面 這個位置先卡住 沉默落帶 然後放進去 放進去的時候,這裡還有少許縫位 有些縫位,由這個位置這樣放進去 這樣放進去,然後這樣就完成了 就是這樣 接著就可以放進去 Dumblass 又不算太難去安裝或修改 自己避免一條 M 0.9 的六角視 去調查你本來的安全性 除此之外其實就沒有什麼大問題 另外總結就是 frame 左邊記住可以貼可以不貼 右邊一定不可以貼 因為右邊就會影響到行程 如果貼死了就放不到它出口 這一點要留意 今天這條影片就到此為止 如果這些改裝心得好看的 記得留言、讚好、分享給朋友 讀下大家一起去參加6air P3 X-Carry 的大家庭 接下來會有些手槍東西在拍攝 大家期待一下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拜拜 兩拜… Chad… 來… 這裡… 感谢观看